先看一下那个数据加载的正确不正确 对吧 这些可以放到后边再做 这些标准的都给积换掉 然后这是那个 太大 这些先不管他们 对吧 然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Activity 要放到咱们的配置文件里边吧 对吧 你新做的 新生成的这个Activity 都要放到里边 那等于 应该是把这个复制过来 就可以了 盖一下 盖成油籽 是不是 哦 没有关闭 那这时候 这些基本的这些就完成了吧 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个 咱们还没有做 什么呢 是不是初始化数据库表啊 咱们一直没有做这块 对吧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基础工作 这些没有做好 你生成表那块代码写了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不对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拐过头 回去看一下咱们这个 我先把这些都给关一下吧 重新打开 干净一点 这个Help要打开 Conf要打开 对吧 对吧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这个 风菜的生成表这块呢 我们这样来做 我们首先定义一串 这个 数组 把它的这个表的这个给定义到这里边 我们这里边定义什么呢 我直接先把东西拿过来 大家先看一下 我直接复制过来 只复制一个就行了 我们先把这一堆复制过来 但是这里边咱们用不到是吧 就现在一些东西还用不着 我们把它删掉几个 只留这个U字就可以了吧 对吧 把这些先暂时给删了 只留这个 好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一个 这个 资源吧 速度资源 是这个吧 我们在这里边 康菲的里边 怎么做 动态的把它取出来 是吧 或许过来是一个这个书组 然后这个名字就叫 就叫CirculateDL Clarum name 类名 咱们就这一步就要讲到 如何动态的用反射去 加载一个类 生成这个类的实力 特别像 这个时候肯定这个就要包错了 因为它这边还没有调用是吧 我们得调用一下 我们在 在这个里边调用一下吧 就是 confeeder这个东西 对下 这个也是静态的 我们还不应该用M 我们还是帮他 改一下 CirculateDataBaseConfig 隔开 然后在这里边这样做 因为我们那个也是个 管理类要通过 然后把Pcontinent 你再踏进去它就能获得转 就这样 对不对 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立法了 然后这个要就能调用 然后这个要给它 这个要给它带转一下吧 然后这个要给它带转一下吧 然后这个要给它带转一下吧 这样应该就可以 然后我们就mCount 哦,这个,或许过来还没有定这个渐量 或许一个上下纹对象 这个时候就可以 get visiters get 这时候就可以取出来那个杠杆 成的那个字符了吧 叫 什么来着 这个书组是吧 取出来之后就要变力了吧 变异长度 公开的把它就填进去 这是我们要先把包名给过去出来 这个包名 因为我们传的只是一个类对吧 跟你当前的这个上下纹 获取到它的这个包名 它这包名是什么呀 它获取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上下纹这项获取的包名 其实就是你这个配于文件里边配的这个 对吧 获取上下纹对象的这个包名 获取的就是它 我们动态的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你要反射一个类 是应该是全路径的 你只要包名是不行的对吧 咱们那个类是在哪里哪个包厂 咱们要反射的这个这个 对不对 是在这个下面吧 是这个吧 这个路径要完整 好吧 然后如何做呢 现在类名你也有了 你取出来它的值 对不对 类名你也有了 包名的路径 它的直径应该是包名的这个完整的路径 最后加上它的这个 类吧 类名吧 是吧 好 对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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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也完成了 最重要的这个 重点呢 在这里 你现在就 在uncreate 里边要动态的 反射这个类了 怎么做呢 这样做 我们 首先要 获取这个 对象的一个实力 怎么做呢 我们 我们那个对象不是 继承了这个 实现了这个接口吗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这个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类 继承了这个接口 对不对 咱们这个 这个接口 uncreate 它这个修改都在这里 是吧 我们先把它获取 获取这个接口的实力 这是我们用我们的一个 反射的一个类 也是人家封装好的 一会怎么使用呢 我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先在这里 弄出来的 这个工具类我可能还没烤进来 把它烤进来一下 这也是一个封装了 比较完善的一个反射的专用的工具类 因为反射的操作步骤也是挺复杂的 所以也有人专门做了一层的封装 这样你用起来就方便很多 好 啊 啊 啊 我们呢 直接就在就在这里把它是实力化 然后在这直接用 啊 或者是把实力化这一层放到这里边也可以 我们这里边有实力化 我们这里边有实力化 实力化这一层放到这里边 来 我先开始 获取 get 我们用它这里边的这个方法 点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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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获取一个新的对象实力 咱们以前都用 一层是吧 咱们用反射 现在用这个 这要传什么参数呢 咱们可以看到 是吧 呃 一个是 类名 对吧 你要反射哪个类 然后反射这个类调用的这个方法 要传什么参数 对不对 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因为你在拥这个类的时候 这个类 又有不同的 这个 构造函数吧 对不对 要把它这个构造函数 里边的这个 类 变量类型也要给它传进去 是吧 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往里边传 好吧 我把这个 分开桥比较容易看明白一点 嗯 这里边还少写一个 因为要动态的反射的话 应该是这 在这边 波尔循环咱们得有 是不是 每次的你有这么一个对象出来 每个类都是这么一个对象 要传的参数 首先是 首先要传的是某个类的 你要反射这个类的类名 是不是 咱们直接打这个类名 应该是从这里边过去吧 所以 对不对 参数呢 咱们这个类要什么参数啊 你在实力化的时候 需要的是 需要的是content吧 是不是 对不对 你在 要把这个 content给它传进去吧 对吧 他要求的是一个对象类型的数组 当成参数传进去 那咱们就把它 定一个对象类型的数组嘛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吧 content咱们不是有了吗 是这个吧 对吧 再挑一个回事 然后就是这个 参数的这个类型 对不对 要求的是个什么呀 要动态的 或许咱们这个class类 要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看这个参数 这里边还 看不到 我们直接进去看吧 应该是一个类吧 类的这个数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加二应用程序的类 对吧 对吧 我们继续往里边传 这个类要怎么传呢 再扭一个类的数组 是吧 咱们就继续往里边扭 应该是这个 要求是类的数组 这也是咱们这个家伙里边的一个对象 怎么获取 获取呢 当前这个勾到函数的这个类的类的参数类型呢 用这个就可以获取 因为咱们这个content 是这个content的对象嘛 对不对 咱们通过content 的类 点儿 这个 这个 先把它转换一下 这个 先把它转换一下 这样 要不然它老抱错就不出东西了 是它 对吧 然后要求处理一下异常 我们这个就直接把它给包起来 算了 这个异常 咱们直接把它给简化一下 通过 通过这么一个大的异常类吧 直接就处理一下 对吧 这样就完了吧 我们看传了什么参数 首先是当前这个类类名传进去 它需要的这个参数给传进去 对不对 这个呃 在 拗到函数 传的这个参数进去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参数的这个类型 对不对 这个类 类它是一个类对象的数组 我们通过这个点 class就可以获取 对吧 因为它是 content 对不对 然后用点 class 获取它当前这个类 对吧 看进去之后 就得到了 就实力化这么出来一个 这个 这个 对象 动态的实力化出来的 是不是 之后你要怎么做呢 是不是该执行它的方法啊 你已经转换成这个对象了 你是不是直接通过 叫它这个uncreate的方法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的这个当前的这个 对象传进去就可以了吧 应该是它吧 对不对 我们把它名字规范一下 规范成这个 对不对 对不对 对象传进去就可以了吧 应该是它吧 对不对 规范成这个 对不对 张对了吧 然后呢 我们进咱们这反射工具类 这是它做了一层封装 咱们实际的看一下 对吧 这是根据一个类的名字 获取它这个实际的这个类的这个对象 对不对 然后这是参数 对吧 这个 你给构造函数要传的参数 如果没有为none的话 它直接就帮你实力化了 对不对 如果有的话